顏寬恆是最適合的代表中二選區的 立法委員候選人 順聲義主義公顏寬恆 宣布披上國民黨戰袍 正式銘槍藍綠中二選區補選大戰 台中市長選戰提前開打 這場選戰已經成為2022市長代理人戰爭 選舉看作是 比如說市長選戰的前哨戰 甚至政黨的一個對決 那恐怕這個低估的 當地選民的一個智慧 應該講我還是那一句話 我是黨員也是台中市民 那我覺得我有責任 這個責任不是只有對黨的責任 這個責任還希望讓台中市 這個城市能夠更好 那所以呢如果黨徵招 當然我們責務旁貸全力以赴 補選被視為2022市長前哨戰 也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目前被點名有意挑戰 現任台中市長盧秀燕的 包括前交通部長林佳龍 以及同事在地立委 立法院副院長蔡奇昌 以及何欣淳 面對這樣的說法 藍綠立委顯然不以為人 不要做這種政治的算計 我們主要的是為中二選區選出一位 真正能為地方建設服務的好立委 中二選區選戰正式開打藍綠 雙方背水一戰都有不能樹的壓力 歡迎收看林文宇 林文宇台北台中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字幕再開啟小鈴鐺 按讚